我觉得参与冬奥会是所有体育人或者是自愿人的一个梦想 那我其实是从2011年来到北京体育大学攻读硕士博士 那得知在2015年我们申办这个冬奥会成功之后 我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我能参与其中 所以开始围绕冰雪这块我们做了大量的两岸交流工作 比方说带的当时候还没有疫情的影响 就带着岛内的大学生我们去全国各个省份 包含黑洞江吉尼 因为他们说实在的我们在岛内很早见到雪 所以大家对这个参与这个冬季的这种夏令营非常的感兴趣 2019年12月5号 冬奥主委发布了招募全球赛会志愿者的这个消息之后 那像我有工作有家庭的等等的原因 所以就没办法参加这个赛事志愿者 但我们可以作为一名冬奥的城市志愿者去参与冬奥的盛会 我们当时候收集了大概有200多位的台湾青年台湾学生投地的简历 但经过层层的筛选就招募了10名的冬奥的城市志愿者 这10个人怎么筛选下来的 其实呢我的筛选标准也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他有要一个很热忱的心 就是对冬奥会他其实是充满的期待 第二个方面我会了解他在过去当中 有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志愿服务的经历 所以我们这10位来自在京高校的台湾学生 也有就业的台青 那组成也非常的多元 有北大的 有人大的 那也有这个中央民主大学的这些台湾学生 我们的林家宣中央民主大学的 他主要就是统筹一些像秘书处 还有我们一些宣传的工作 那我想我们在春节的期间确实非常的忙碌 然后呢我觉得也很值得就是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